你会弄得好手菜的 听话的 是个太太入得厨房 最重要是出厅入得厨房 对了 所以女人真的 识主意是不是真的没有原先老师 真的 识主意是个女人特别漂亮的 你知不知道 对 独王一生有四个太太 只有三房陈婉珍 以退位竞成为最大赢家 消灭于四房梁安琪精密能干野心勃勃 什么都要跟其他太太比较 就连女儿结婚时也是豪气十足 恨目的将家里所有金银珠宝拿出来显摆 前几天三房的女儿何超连跟逗肖的婚礼 却得到了全网的夸赞 毕竟这场婚礼从选择婚宴公司 到筛选落地工作人员 全都是逗肖亲力亲为 呈现的效果轻心脱俗非常浪漫 虽然逗肖本身的家境不错 但和独王出身的何超连 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难怪结婚的时候 只有三太妻婆家人到场 独王家族其他人更是没有动静 不过从合照中能看出 三太陈婉珍保养得非常好 映如十四年前 跟赌王何鸿燊参加节目时的模样 何鸿燊接连夸赞陈婉珍温婉可人 是何哥的贤妻良母 相比于其他太太 陈婉珍更喜欢在家相夫教子 就连主持人打电话叫她出来玩 陈婉珍都表示自己要在家等老公 不然老公回家没人服侍她 难怪这样温柔的陈婉珍 在分家产时得到优待 当然这样的三太却像金丝雀那样 毫无自由可言 对此你如何看待赌王一家